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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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FF系列从1到15 FF7绝对是最有名的FF 23年前 这款大洋对面的另类RPG 带着华丽的3D战斗演出 庞大精彩的故事 电影一样的CG动画 和铺天盖地的广告 一脚踹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我离这种情怀感 最近的时候还是在去年一三 最终幻想期音乐会 快接近尾声的时候 野村折眼突然空降现场 当时就公布了重制版的发售日 在场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当时心里面只想说 其实我是没有玩过 最终幻想期原作的 我在Switch上面玩了个开头 就撑不住了 所以我刚刚说到的那些情怀 我都是没有的 该夸就夸 该批就批 先说完法 战斗绝对是重制版最大的优点 非常惊喜 简单来说 I have a回合 I have an ARPG 回合动作 RPG FFG Remake的战斗系统 核心是一个叫做ATB槽的东西 原作的ATB槽是只随时间积累的 每个角色的ATB槽满了以后 它才可以行动 而且玩家进入菜单选择指令的时候 时间是不会暂停的 队伍里其他角色的ATB槽也在继续积累 敌人也在继续行动 所以你最好像能盲打数字小键盘的出拿员一样 熟练选择菜单中的指令 你想得越久 死得越快 现在的Remake就不一样了 玩起来会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文物双全 移动 攻击 躲闪 防御 这些动作都是实时的 紧张刺激 ATB槽主要就靠这些动作来积累 满了之后就可以选择进入指令菜单 这个时候时间是暂停的 可以从容不惑的安排策略 是纯正的回合制玩法 这个玩法现在看起来就是简单的 回合制和动作游戏 1加1等于2 但因为你还需要在三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 所以不论是打斗时的各取所长 远程近战一手抓 还是选择技能道具时的组合搭配 都让这个玩法的策略性和刺激感 更上一层楼 这个战斗系统设计的真是太棒了 绝对是回合制最精彩的一种进化 即使有的时候小怪真的是太肉了 但是我还是一场都没有跳过 开开心心地打完了所有战斗 真的 这个系统应该推广到其他JRPG上面 精彩 既然是重制版 画面提升当然是最重要的 Remake里的米德加细节很丰富 街道 怪物 场景里的物件都看起来非常自然 虽然在一些场景里面 贴图都是当着玩家的面加载的 但是主线剧情里画面就堪称完美 克劳德的头发 皮肤纹理 甚至是裙子 啊 裙子 角色的建模都超级精细 在对比1997年的原作 这简直就像是从FF7的CG电影里走出来的 麻袋 你怎么了 麻袋 你贴图呢 在看这个垃圾山的贴图啊 没有一点垃圾的质感 好垃圾哦 我抵达第五平民区的时候 本来走得好好的 突然就看到这个了 实在是很难转移视线呢 平民区的百姓不仅吃不饱穿不暖 连贴图都负担不起了 真的是 最终幻想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米德加的城市里 这个城市有点像冲梦里的那样 富有的居民生活在空中的都市 普通人只能生活在地面的垃圾堆里 整个城市依靠一种叫做魔晃的能源来驱动 掌握魔晃的开采和利用呢 是一个超大的垄断财团 神罗公司 顺便它也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啊 故事当然会有一个反抗神罗的组织 雪崩 其实就是一群激进环保主义者 觉得魔晃的过度使用会带来星球的末日 想靠军事行动来阻止神罗 在故事的开篇 我们的主人公 知名头发尖尖的冷酷帅哥克劳德 作为傭兵受雇于雪崩的巴雷特 要去爆破一个神罗的魔晃炉 但事情果然没有那么顺利 爆破虽然成功了 但后果却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 而且反过来 他们被神罗利用和污蔑 随后 神罗真正的阴谋 克劳德 记忆的异常 种种悬疑 逐渐浮现 简而言之最后就是发展成了 主角一行人拯救世界的故事 这么一概括 好像既可以是勇者斗恶龙十一 也可以是异度之刃二 还可以是最终幻想 虽然remake理论上只是原作的序章故事 但玩起来其实是会有一种阶段性的完整感的 它抓住了我的好奇和耐心 让我非常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起来 这个游戏只有两个地方 让我感觉不那么满意 一个就是之前说过的 有些区域的贴图会离家出走 还有就是 好多时候 游戏毫不害臊的 毫不避讳的 故意延长玩家的游戏时间 服装店老板说他爸爸在酒馆喝多了 要我去帮忙找回来 没问题 到酒馆了 老爹说他没有灵感源泉就不回来 灵感源泉被魔石店老板拿走 魔石店老板说想要灵感源泉 要先去酒店的自动贩卖机买个东西回来 买完了 什么 不在你这 那你还好意思让我抛腿 他说在减餐店老板这儿 好 帮我减餐店老板的忙 现在可以给我灵感源泉了吧 还至少要一店老板 要这老板让我给厕所里偶吐的人送药 这偶吐的人又在哪里啊 妈 大呀 虽然支线拖延 但也没有特别影响游戏体验 好多特别优秀的3N游戏 其实也免不了掉进这个坑里 只能说 FF7 Remake 如果能够把支线任务和迷宫解谜的部分 做得更加有趣用心一点 那就更好了 还有一点非常主观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是来自王国之心玩家的担忧 事关FF7 Remake的大结局 如果前17章的叙事是这样的 那么第18章就是 嗯 戴上降噪耳机防剧透 谁也别想剧透我FF7 Remake 第18章 大结局 Remake的前17章 基本上都是沿着原本的时间线走的 结尾 一行人从神罗大厦逃脱 接下来要从萨菲罗斯手里拯救星球 但在游戏的结尾 爱丽丝会突然表现得像知晓未来一样 不仅要打倒萨菲罗斯 还要冲进命运的分歧典里 去打扮命运的化身 而且这个时候的克劳德 虽然还没有恢复记忆 但人物性格已经大幅快进 治好了自己的PTSD 实力也有大幅增长 可以正面和萨菲罗斯纲了 战斗的结果就是命运的化身被击败 Remake之后的故事或许不止一条时间线 也不一定会沿着原本FF7的故事走了 我能明白它的意图 是想要突破原本固定的故事走向 去制造一些不确定性 但这个执行的方法实在是太过简单粗暴了 而且也让我作为王国之星系列的小玩家 想起来一些野村哲野过去的类似操作 我隐约感觉到这个游戏也承载了很多 作为一个游戏以外的好多包袱 不仅要让故事有新的展开 为之后的变化打下基础 还可以复活一些粉丝喜欢的老角色 但最后被牺牲掉的 还是这第一章本身的完整性 这个最后结局的转折 如果在下一个篇章里处理不好 FF7 Remake的下一步 很有可能就是最终幻想 七点三 二分之一百三十五 梦中魔幻 担忧归担忧 我还是非常期待故事接下来的发展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留下你的三连哦 小宁子祝你天天都有鸡吃 感谢观看